泰山股價25號開盤下跌 跌幅一度超過3% 但看到近期股價只有在23號登上高點 隨即下滑 泰山還發布眾訊澄清靜週刊的報導 因為週刊23號出刊 編造旺旺集團董事長介入買股 導致市場散布利多的假消息 讓股民差點受騙上當 那這一波再用關鍵字廣告 或者新聞面的話 應該是說他希望能夠再漲一波 到底是不是有新人士 假借旺旺集團刻意拋出 掩護出貨的假消息 但近週刊報導明顯與事實不符 據了解近週刊的記者查證過程 先是發簡訊問旺旺集團蔡董事長 市場傳出有買進泰山股票 不知道是否有佈局 第二封又說有消息指出 旺旺集團有跟保利達合作 一起買泰山 還強調週刊將在當天中午12點截稿 但兩封都沒有獲得回覆 卻在初刊的時候 假借有人轉述的說法 要買股就要買過半 不過旺旺集團董事長 卻從來沒有向有人說過這樣的話 週刊竟然憑空捏造刊仔 最詭異的是 只要上網搜尋泰山旺旺 Google的第一行關鍵字廣告 就會秀書經週刊的這則報導 是否有人刻意下廣告 要曝光不實消息炒股 經管會證交所也強調 已經展開查核 經管會表示泰山股價在五月份上漲後 七月份再漲一波已經被列為 注意股票四次 倘若查獲有人意圖散布留言 不實資料 掩護市場主力退場 最終將處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並科罰金兩億元以下 主管機關提高警覺 要遏止坑殺散戶的亂象 記者綜合報導